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7月26日 已經是星期三了 昨天 股市大升 中港大升 香港港股也升了700多 還沒試過那麼厲害 因為甚麼原因呢 因為他們同警中央出出了救市的絕招 事源於星期一 政治局開了一次會議 裡面 重點說明 習近平就沒有再提防住不炒 這次 沒有那麼多國家安全的事情 開始著眼 關注經濟 那些人就覺得 我們有救了 主席終於不打擊經濟 又不打擊樓市 我們很快就沒事了 實情 是不是 我想問一問大家 防住不炒 其實是習近平提出來的 但是除了防住不炒之外 有甚麼因素是令到樓市上升的呢 很簡單 樓市 是要建基於 信心 當一個地方你對他很有信心 你告訴你 很多生意做 很多錢賺 我們在這裏 想窮也難 那麼 那個地方的人就會放心去買樓 那麼有甚麼地方是不會買樓的呢 就是政治動盪 那個地方 隨便亂抓人 不保障人民 的生命財產 健康 甚至乎 會害死人民之後 還會派警察來鎮壓你 不讓你出聲 地震 天災 塌樓 每逢出事 就是派公安來監視死亡者 以及受害者家屬 當然還有 是沒有任何的社會保障 不說法律 是嗎 黨一個領袖就兇了 這些地方 基本上是不會有人去炒樓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 在蘇聯時代炒樓 大家有沒有聽過 北韓有人炒樓 大家有沒有聽過 伊朗德克蘭有人炒樓 當然大家也沒有聽過 大家有沒有聽過 在塔利班管治之下 在坎大哈買樓可以置庫 說出來是不是笑死了 現在的中國 跟剛才說的情況比起 更加惡劣 原因 因為中國 塗了一陣唐衣的包裝 你覺得很甜是不是 這個國家多好 多繁榮 實際上是不是 市場的傳媒是這樣解讀的 中央政治局會議帶來利好信息 刺激中港股市大升 其中上證單日大升67點 2.13% 收報3231點 年代早前高調開戶炒股的 環時前總編輯胡錫進 亦都說今天痛快 賺到吃了 他說靠的是基本信心 技術上自己不是很懂的 但是他估計大多數的股民肯定都會賺 而且很多人都會賺得多於自己 不僅是為自己高興 更是為大家高興 實際上昨天是不是每個人賺錢呢 當然不是 很多人虧了本 好像 中工建三間國有達銀行 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 建設銀行 以及工商銀行 等等 香港是很便宜上市的 3、4、2、3元上市 但是大陸是很貴上市的 大陸上市價比我們高很多 還有中石油 我們就是 一元幾毫子上市 所以 股神可以買很多 但是在大陸 你知道多少錢上市嗎 幾十元上市的 所以 股民買的股票 大部分要輸錢 輸一半以上的 所以 你問一下股民有沒有錢賺 當然沒有啦 有誰賺錢呢 是不是 當然胡錫進實際上是一個五毛的角色 大家也知道啦 他是中共的首席五毛 用來帶風向 出來粉飾太平 每一次都是說一些黨喜歡聽的說話 股市好 他就說我有信心了 他說當時 入市的時候就很低 大約3,160點左右 這個時間就重新入市 有網友就說 這個是不是胡錫進底呀 現在上3,200點 好了 今天 這個港股稍微下跌幾十點 上陣也是稍微回落了8.49 只是3,223點 就這樣看 沒甚麼特別啦 我想告訴大家 經過昨天一輪大升 其實 大戶已經是暗庸 我們從今年年初已經警告大家 每逢市升 大家記得了 一定是你沽課的時機 結果反反覆覆 衝上去就跌下來 大家看一張圖就知道甚麼事了 A股 走勢就是A字的 上完再下去 所以 A股就是A市 A市就是A字博 每次上一山就下山 每次上一山就下山 恆生指數也是一樣 美股可以由33,000炒上35,000多 蠟紙更厲害 升了兩成有多了 但是 我看到港股今年 還在19,000點徘徊 穿19,000點徘徊 一度供2萬又回到18,000點徘徊 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一直看股市和樓市呢 原因就是香港基本因素改了 這一年全世界是不是經濟蕭條呢 是不是經濟好差呢 你知不知道這個世界 全部創新高 全世界的股市幾乎都是創新高 就算不是創新高 也是在最高位那裏徘徊 台灣股市 跟大家逐個逐個說一下 台灣股市 今天就升162點 報17,198 17,198 最高是17,401 即是跟高位相差200點左右 道指 道指今年最高35,527點 昨天 收35,438點 差90點不夠 差90點 標準普爾 最高今年 是4580點 昨天是4567點 差12點多 不夠13點 納斯達克也是很接近高位 今年最高是14,446 昨天是14,144 差300點左右 日經指數 日經今年最高是33,772 現在是32,652 差1,000點 日經是差多少少少 是接近3%多一點 但是歐洲全部都是很高位 看看德國 德國的DAX指數 今年最高是16,427 現在是16,140 差1,000點 不夠300點 是2%以來 英國富士今年也創新高 最高是8047點 現在是7,675 創過歷史新高8047點 現在稍微回落 7,676點 法國CAC也是一樣 今年也創過歷史新高7581點 現在是7,327點 印度股市也是創了那麼多年以歷史新高 是19,991點最高位 今天收市 現在還未收 19,800點 歷史高位差百多點 1%不夠 看看那麼多的股市 台灣、日本 法國、英國、德國、美國等等 看看印度 其實 大部分 今年也接近是高位 有些也創了新高 歐洲三個股市也創了新高 現在在高位上回落一點點 我們看到 你們說經濟衰退 人家沒有 人家沒有經濟衰退 好像只有你經濟衰退 實際上 經濟衰退的原因是甚麼 大家都知道 是政治原因 所以 習近平基本上沒有提出任何的救市措施 只是說 防住不炒就不提 即是不打擊 原因是他知道 因為李強 其實已經說了 他們要重提 又說要搞什麼 建設城中村 即是要大興土木 實際上 他們 已經知道樓市是經濟之處 打死了 現在想救發 但是我告訴大家 大家已經沒有信心了 因為去年上海的封城 令到中國人已經對樓市沒有信心了 因為我買了一層樓 原來不屬於我的 隨時可以衝進來的 英國人 有個說法 是英國人手倉的 當時大興章之後 任何人 都沒有得你同意 就算是國王也不可以進入你家 他說 風可以進來 水可以進來 國王 不可以進來 因為你如果不同意 國王是不可以進來 但是你不同意 風和水都會進入你家屋 這個就是西方人的說法 即是說 一家屋 是你最後的堡壘 為甚麼我告訴大家 上海封城是徹底令到所有中國人 是知道樓不能買的 因為 當時的公安說了一句話 是刺痛了全中國的人 你以為你有房產證層樓就是你的 一句話 令到人們覺得 我買了房產證層樓 我買了的 我擁有的 過了我戶的 我用錢增金白銀買的 不是我的 那是誰 原來真的不是我的 隨時警察 公安 大白 說衝進來就衝進來 說怎樣就怎樣 還要我放下鑰匙 這個是嚴重侵犯個人人權 私隱 侵犯私有財產的問題 你嚴重侵犯人家 你會令人覺得那些東西 原來跟我沒有關係 還有 中國的樓 是賣給你嗎 不是賣給你的 是國家的 是租給你70年而已 很多不夠70年就強賊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在一個 不保障私有財產的地方 他們的樓哪裏會買得到的 現在的人已經清醒了 之前也不清醒了 因為 那麼多年來 人們就覺得中國是經濟很好 很有前景 所以每個人都來買樓 現在中國經濟崩潰了 全世界都不跟你買了 那些人說 不是呀 你看美國也不行 不是美國 是美國不光顧你 美國光顧歐盟 光顧麥西哥 跟加拿大買 比你多 原因是甚麼 原因是不再買你的東西 是不買你而已 不是不買東西 你記住 不光顧你 不是不光顧你 所以 經濟全世界都OK 人家有增長 只有你沒有而已 是不是 所以 股市 真的要提醒大家 每逢大升市 就是你套現的時候 很多人坐了廳 是不是 有機會套現就馬上離開了 不要覺得未夠啊未夠啊 不會夠的 不會上兩萬三千點給你走的 是不是啊 你就上了 所以呢 這些位置 其實你只能夠每一次反彈就是忍痛幹 不然 遲些 一浪就低過一浪 香港的樓就是我們說中了 這四年來 一浪就低過一浪 越來越便宜 越來越便宜 所以我們苦口婆心 希望 總之聽我們節目的信者得救 好嗎 我們這節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康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星期二日報的會員 謝謝 拜拜